对性别存有刻板印象是本地缩小性别差距面对的阻力之一 黄勋才副总理呼吁国人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性别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导致极端的性别歧视、欺凌甚至性暴力 黄勋才在行动党妇女团常年大会上指出 本地社会在性别差距上还有许多改善空间 他呼吁夫妇之间分担育儿和家庭看护责任 这将让更多女性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成为出色领袖 行动党妇女团主席的杨丽明则说 女性通常是家里主要的看护者 通过幼儿园和看护中心等设施可减轻女性的看护重担 议员呢他们也会在国会为女性发声 希望通过他们的提出的诉求 推动政府来去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政策 让女性在新加坡有更多发展的空间 更是行动党妇女团相隔三年再度举办实体大会 大会特地邀请了23个社会服务机构 以及社区组织举办展览 介绍看护与育儿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